看到學校高校常常休息 就在睡覺後 讓北江建國中主任忘記金 有了在一起噴災感恩循環 當中現在建立前的噴災穿設計 用來放在高校外的走路 以外在就不錯效果 感覺就是比較舒服這樣 綠色植物被那個就是 讓眼睛就是比較好一點 可以減輕一些壓力這樣 多種植樹木 就是對學校環境比較好 我們就想說說用這種綠藜的方式 來改進西塞 那做起來後效果斑棘在反應上 都反應得不錯 學生在上課中除了可以降溫以外 還可以就是可以欣賞一下 我們的綠色植物 也減少近視的一個狀態 有了在噴災穿加上電風 不用冷氣才能得到素食感恩效果 主任忘記金支出 在噴災穿設計並沒有困難 要照顧噴災才是一大口感 只是說我們在要克服 所謂的西塞造成這些綠藜 沒辦法維持得很好 才會產生像死掉 或枯萎的情形 原則上先是這個部分 那後續會開始來慢慢 建設在學校的每一個地方 有太陽會曬到班級的一個地方 那也會由班級來做任養 或是來認購這個一個部分 讓這個綠藜能一直維持下去 而不是只靠學校的工友 北京京國中在噴災 像有沒前來的七陽改動 不過已經在這裡不錯的效果 未來的七陽有成果 沒有拜託來精細這生靈緣 記者尼克山藏報道